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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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中午大家想学哪些问题可以打到弹幕上 看看大家的一个问题 起下旋 现在起下旋大家感觉哪里做得不好啊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拉下旋球有 这涉及的点太多了 拉下旋高调弧旋球 侧身 昨天晚上刚讲的侧身 反手拧 击球点 或者感觉自己蹲不下去 对吧 看一下 来大家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往弹幕上打 先看看大家目前这个 你们今天中午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中午我们和晚上相比的话 中午的直播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所以说呢 我中午主要是给大家把这个细节的问题 跟你们去扣一扣 好不好 把细节的问题扣一扣 反手拧拉 看一下 左侧上旋发球 包括这个反手的接击场 讲一下对拉 对拉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对拉的话 我觉得这第一个呢 在比赛当中不实用 第二个 你两个没有一定的水平和能力 你练习对拉是没法练的 明白吗 液于球又不用练对拉 根本不用练对拉 这个计划直接就抹掉就可以了 引盘的动作 手臂与腿 腰腿总是脱节 我也看到了 其实中午大家问的问题 其实是偏向于比较基础 好吗 来这样球友们 今天中午要么我们就给大家去说一说 比方咱们很多球友 目前在 大家在正反手 起下旋的时候 比方说特别容易一些下网和出界的原因 好不好笑们 那咱们中午也讲的也不用太难 讲的基础一点 其实拧拉呢 不是说不用练习 其实我们液于球你要知道 拧拉这个技术 它一定是建立在 你有一定的基本功和能力下 你去练习拧拉 去丰富自己揭发球的一个多样性 提升自己揭发球的一个应变能力 但是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旋转也看不出来 搓也搓不好 调也调不好 骑下旋拉也拉不好 那你去练习什么拧拉呀 练习很多球说的对拉呀 那我觉得意义不大 那我今天中午就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个正反手的拉下旋 大家比方说有的时候 一拉特别容易下网 或者一拉的时候特别容易又出界 给大家去说说这个原因 好不好笑们 好吧 实有认真大满观 长球不会结 明天给你们讲讲激发球的长球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拉下旋的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现在这个正反手拉下旋 你觉得在比赛失误多不多 朋友们你能不能拉得上 问问大家 你能不能拉得上 回来搞个回放 上班呢 你也好好上班 不要着急 好吧 那问问大家 你们现在这个正反手能不能拉得上 拉上的命中率高不高啊 先了解大家 拉得多 非常多 或者压根不会拉 或者说你拉不上 15度 其实命中率是不高的 上台率比较低 对吧 那我也问问大家 就是现在 就比方说咱最基本的 你在比赛发了一个下旋 对手给你搓回来 那这个球大家比方说 你正常去拉的话 你现在感觉自己是下网的多呢 还是说你现在拉球出界的多 朋友们 老漏球是吧 即使拉上了也没什么质量 胶皮没有货了 朋友们 是下网的多还是出界的多 命中敌方身体比较多 可以可以 那你这个拉球也没白拉 好不好 把对方打得疼得受不了了 你也赢了 真实上 这个比上台更有效 是吧 下网多 你看大家其实还是现在 拉下旋的时候下网多 好不好 小伙伴 那我们现在呢 就给大家去讲一讲 大家有的时候拉下旋 下网的一些原因 好吧 首先呢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 下网的一个原因 其实呢 我觉得很多球可能在 定点练习的时候 你觉得应该还好 可能结合到比赛 比方说你搓球后去抢弓 或者说你发球后去抢弓 你的这种拉球的下网的出界的就会比较多了 来 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大家拉下旋下网 第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在于拉下旋当中 你的重心和击球点的把握 其实大家你们现在如果说想去提升自己平常拉下旋球的能力 首先呢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 练球的时候一定要多拉高调弧圈球 朋友们练球的时候一定要去多练高调弧圈球 为什么高调弧圈球一定要多练呢 因为高调弧圈球有两个点 对于咱们业余球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 高调弧圈球 它的击球点 往往都是这个球的下降的中后期 第二个 中后期的这个点 它就落得会比较低 它就需要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呢 去下沉下去 在结合于在球比较低的时候 你不仅要人沉下去 在起的这个过程中去制造这个弧圈 并且呢 还必须要求大家去学会摩擦 你不摩擦的话 这个球根本拉不上 所以说 大家平常练球 首先要搞清楚 你不要这么去平常练拉下去 你不要练这个东西 朋友们 其实咱们很多球友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 自身平常练拉球的时候 动不动喜欢练发力 大家老是练发力 但是其实你在练这个练发力力量速度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太具备一个特别好的摩擦感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练球平常有没有这么练的 有的打个有子 就是你的练球 往往是这种感觉多 你看 哪种感觉少 这种感觉少 对吧 也就是那种拽起来的感觉 没有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往前抡的躲 我没货呀 无私 我有不就跟你上 我一张都没有 朋友们 确实是吧 所以说大家平常练球的时候 你要记得 平常练拉球 练的是一个制造弧线的能力 业余球有目前百分之八十几以上 不需要练前冲 你也不需要会冲 你就把高调给我练好 这个高调 大家你们平常在练的时候 我教你们怎么练 第一个 你要认准这个肌球点越低越好 第二个 身体重心也要随之下沉 第三个 手指手腕多去摩擦 去把这个球拉得争取更转 你的摩擦 争取更薄 你并不需要去听到 所谓很多教练给你讲的透板声 你不需要听到这个声音 摩擦是什么声音 你听一下 听一下啊 这是摩擦的声音 很多球拉出来是这个动静 这是没有用的 明白了吗 所以说 但是你们平常 如果说 拉球容易下往 弧线不好 一定要多练高调 下降后期 重心下沉 手指手腕摩擦 练什么 就练你制造弧线 反手拉也是 大家不要去练这种东西 这种拉向都没用 你到比赛全失误 你怎么练的朋友们 你看 你练这个 你练这种东西 你把它拽住 你把它蹭住 你练这个 你不要去练前冲 所以说 首先你的练球的思路里正确 你是上不了台 是你制造弧线的能力不好 它不是说 你能上台 力量发的不够 明白吗 朋友们 所以说 大家要多练高调 那并且在练的时候 这个高调 大家在拉 我给你们分享 几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 大家为什么 在比赛当中 你会发现 自己拉下旋的时候 比方说 想拉一板高调 总有一种 身体重心 下不去的感觉 我想问问大家 比赛有没有这个情况 就是你比方说 在比赛 发球想去抢弓 你总感觉什么 这个人还没下沉呢 这个球就来了 你一拉 你一拉就特别容易下往 你的身体总感觉来不及下去 沉不下去 对不对 所以说朋友们 大家你们在拉球的时候 包括发球抢弓 大家一定要做到这样 平常上一板子搓球也好 还是上一板你是发球也好 大家记着 上一板球结束以后 一定要保持一个较低的重心 因为大家要知道 你看上一板球 其实无论我们是发了也好 还是说我们接发球 上一板是刚搓了也好 整个人是怎么样 整个人是保持前倾和前压的 所以说 大家你们在还原的过程中 你一定也要怎么样呢 保持这种前倾 保持这种较低的重心 进行还原 你看看 我做一个正确的 大家你们看看我的重心来 我发了球以后 是什么样的重心 我的重心就会保持比较低 包括我搓完球以后 你看 我的重心就会保持比较低 但是大家容易怎么样 我学一学 来 搓完球人直起来了 发了球大家也是 发了球人就直起来 你一直起来 你想再下去 那他下的幅度就会更大 你就来不及下 那如果说你发了球 你能够保持比较低 那建了这个球 你下沉好下吗 当然好下 为什么 你本身就有点下沉 建了球 你再微微一沉就够了 你如果说发了球 人直起来了 建了这个球 你再往下一压 你压的幅度这么大 你能来得及吗 来不及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约你们一定要学会 你想在比赛当中 能够把重心沉得下去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 你得先保持一个较低的重心 你重心保持的低 你才能够在这个低的前提下 再压低点重心 他就能够压得下去了 如果你上一半打完球 人重心直起来了 直起来 你得想充分的下压 他就来不及了 所以说大约你们重心没做好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大约你们要保持重心 你重心保持的好 你才能够下沉的下去 你才能够用身体去制造这个球的弧线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说平常大约你们在练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球沉不下去 大家建球来定点拉球 有一些球也这样练 这谁能沉下去 站在那里就站着笔直 那如果要练应该怎么练 来 这就好练了 为什么好练 我准备的时候 我的重心就比较低 所以说建球来了 我再想去下沉 其实他就好下沉的多 所以说大家试试这个方法 你不用多 你只要试一试 你会感觉特别的有效果 你发了球之后 人学会保持较低的重心去还原 下一板拉球 你会发现你的上台率明显就高了一倍 我就敢这么告诉大家 你的上台率就能高一倍 理解了吗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你们在去练习摩擦的时候 刚刚很多球友说 这个板形是怎么样 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大家在拉球比赛当中的一个下网 它是什么原因下网呢 其实比方说很多球友 他拉球平常都喜欢稍亮开一点拍形 对吧 我想问问大家 比方说咱们很多球友 您在这个练习 这个正手拉或者比赛去拉 有的时候害怕下网 有没有说把你的拍形这样 亮开一点再拉的 或者反手也是亮开一点再拉的 有没有啊 有的打个有子 就是担心下网 想先亮开点再拉 亮开点再拉 你觉得这样能够好上台子 有吗 小伙伴 你看都是 小伙伴 大家一定记着 拉球 我也说了 其实咱们大家练的是什么 谁拉的转谁厉害 大家一定记住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经验 小时候我为什么 我练球的时候都二年级 别人都是幼儿园 但是我三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在济南市我就可以称霸了 你们当时如果说有山东济南的球友 你问问小村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练球练的最晚的一个 称霸称的最早的一个 为什么我能做到 当时那个时候正好还是小球时代 所有人 我的同龄人都在练暴冲 就我踏踏实实教练 让我练高调 那个时候别人冲 他冲不上 我会加转错 命中率低 我也好防 但是我拉的转 他们贴不住 所以说谁拉的转 谁正手反手的 拉球的上台率高 怎么样才能拉的转 它叫摩擦的薄 怎么样在摩擦的薄 大家记住你越能够拉到球的 后部偏上的位置 比方说这是来球 你拉到729的一星的星这个位置 甚至还要靠上 看到没有 我那时候教练怎么给我讲 他说你体会体会蹭头皮的感觉 蹭头皮的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摩擦的感觉 所以说你版型越能够稍压着点 越能够摩擦 你听一听 这是不是摩擦的声音 没错吧 如果说我们版型亮开了以后呢 这是不是都是打的声音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 你仰开板子 你只是把这个球往高了 往上去进行了撞击 它没有再去提升你的摩擦 所以说大家你们所谓要去提升这个球的弧线 刚说了是人多下沉 你摩擦你的手上就要提升球的旋转 你压一点才好摩擦 来所以说大家你们看一看 我在拉球时候的这个版型 我就光给你们看看手啊 来发个半出台来 但你们看看我的手来 是压着拉的 压着拉的 不是怎么拉的 不是晾着拉的 晾着拉这个球就容易撞实了 撞过去的球 都是没有弧线的 一会儿下往一会儿出界 你肯定没反了 你首先你想拉的转 你必须要把这个拍子 你得压得住才是 老看我和木头 对吧 所以说当然你们要知道 你的这个拍行 你得能够压得住才行 越能够压得住 你的摩擦感觉越好 越是立着你拍子 这个球越摩擦不住 理解了吗 所以说球尔门 拉球的时候 不要刻意的去亮 多么大的拍子 明白了吗 所以说手上叫提供旋转 身体叫支撑起弧线 所以说你看 拉下旋就是身体的下沉 和板形前压的摩擦 这两点就叫弧线和旋转的共存 能够理解了吗 你看比方说 你看我只有手去拉下旋 大家一拉比方说下网了 很多球就觉得 是拍形太压的原因 那我亮开点拍子吧 亮开点拍子再拉 是上台了 但是这是拉过去的吗 不是 这是拖过去的 这是撞过去 掀过去的球 这本意上不是拉球 所以说手上是摩擦 来你再发一个 直接压着板子摩擦不够 那我怎么办 加上身体重心的下沉 那他弧线就来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拉球 一个要旋转 一个要弧线 弧线在哪 弧线在身体起的 这叫弧线 手上 它叫旋转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旋转和弧线 去画等号 不是说你手上加了摩擦 这个球一定就有好的弧线的 手上加摩擦 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 它叫加保险 就是在同样触球下 带摩擦触球 相比于直接撞击触球 摩擦球的稳定性会更高 但是不代表我有摩擦 这个球我就能上台 所以说身体的弧线 和手上的摩擦 这两者必须要同时作用到一起 你就像反手拉 我压着拍子 我一拉 旋转摩擦是挺足的 你看 一直往上滚 很转 但是弧线不够 怎么办 人下沉 下沉摩擦 下沉 压着板摩擦 你看 下沉 压着板摩擦 下沉 压着板摩擦 看到了吗 所以说身体叫弧线 手上叫旋转 你去把这两点做好 就是你们平常练拉球 什么都不用练 就练的就是身体下沉 手上加转 你身体会造弧线了 手上会加转了 你拉球在比赛就不太会失误了 明白朋友们 你这样拉球你比赛就不太会失误了 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什么失误 身体重心沉不下来 刚我也跟你说了为什么沉不下来 站太高了 重心太高 你能沉下来了 再加上你手上的旋转 它又怎么样 它就弧线造的好 能够理解的球有弹幕上打个大拇指 我觉得刚刚讲的点特别特别重要 好吧 来那咱们再去说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平常大家你们练这个拉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空间意识 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拉球啊 一定要有空间意识和节奏意识 其实往往大家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 很多球的失误 或者你觉得有的时候点比较强了 或者点容易被顶住了 大家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比赛当中你们琢磨琢磨 反思一下自己 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去拉球 比方说大家你们发了球以后 大家可能一动腿 他怎么动呢 他发了球可能往右移动 他知道往左移动 但是大家你们会发现 往往大家拉球的时候 不太会主动的调整这个前后的距离 大家是什么感觉来 你随便凑我个正手来 你看是这种 右边 过来成这样了 那我应该是什么感觉 大家看 你看我在拉这半球 你一定会感觉我的节奏这一下对的好 因为我在主动的调整空间 所以说大家你们平常在拉球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定点原地的拉球 大家平常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拉球前的空间调整 为什么要加一个空间的调整 我比方说我教给大家一个特别有用的方式 哪怕咱们现在不结合发球 也不结合搓球去抢攻 就原地拉 你看我怎么了 如果说咱们基础差一点的球友 刚学没多久 咱拉的时候 适当和台子留一定的空间 很多球是担心啥 他站得近一点 他觉得他能打得着 球一来了他能够对得准赶紧打得着 他害怕漏球 其实大家你们刚开始练 就要把位置往后退个半步 你和球台大致能够保证半米到一米之间的一个距离 这种时候这个球落台 你看到了我这里 你看这个球都已经干啥了 都已经掉到下降期了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点拉 你才能够练到 这即是什么 等到下降期 这是我们主动创造拉下旋的击球点的节奏 但是想具备这个节奏 你得能够去有和球台有这一个空隙和距离 这叫空间 所以说大家你们刚开始练 提前站好一个前后的位置 你要体会到 我一定在有一定空间的前提下 去等一拍这个球才能拉 等一拍再拉 你看等一拍再拉 球往下落的时候再拉 你看往下落的时候再拉 你这么去练 如果说大家有点基础了 你可以尝试怎么办 站位的时候 你站的稍微近一点 然后呢 对手边出手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边往后撤个半步 来你看 看我是什么呢 往后调点空间再拉 你看往后调点空间再拉 往后撤个半步再拉 我不是原地去等着 你看我贴里边等球再拉 我贴进来 然后我干嘛 我球来了 我边往后撤半步再拉 撤半步再拉 这叫什么 现在就培养的是 我们要主动去调整这种前后的距离 主动去让出一定的空间 才能等球 才能够发上力 才能够加上转 这样的话 你在比赛的时候 包括在训练 结合于你的发球 和搓球后的抢弓 很多球本来是这样的 没有空间感 他在比赛发了球 是这种感觉 发了球来了 原地直接仓促的出手 那你看如果说 养成这个习惯 你在发球抢弓有个什么好处 发了球你会主动往后 先撤个半步 你看 发了球往后撤个半步 其实很多球说 你这个拉的也不冲 球友 这种高调 你能够在比赛调上台 能够达到80%的命中率 你在比赛就能赢球 赢球讲究的是失误少且实用 对吧 这样这个质量完全够用了 你上台高 上台率高 对吧 包括说反手也是 我发了球怎么办 我千万不要像很多球这样 发了站那里 球来了 啪直接走了 你想慢半盘 你都慢不了 没有空间发力 那我们要怎么办 你看发了球 适当撤一点 你看我现在拉的节奏 是不是就好多了 发了球适当 稍微往后撤个小半步 等半盘再拉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 命中率就高啊 对吧 你包括去搓了球也是 很多球是什么 搓了球站在那原地 球来了 你肯定拉不上 那你看我怎么办 我脚一直在去调整前后距离 搓了球 让点空间 再拉 你看我拉了这个节奏 你看 搓了球留点空间 再拉 我不用急着冲 那如果说真有一些小半高球呢 我们这种让的空间 有个什么好处啊 来你看看 我们创造了向后的空间 球怎么样 短了或者小半高 我们才能更好的 往前迎 往前上 其实很多球打半高球 丢球也是怎么丢的 也是这种原地的失误 你看看是不是 原地给它怎么样 大失误的 也是没有空间 没有节奏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向后的这个空间的调整呢 你看 有空间 有距离 有节奏 你才好发力 明白吗 朋友们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大家你们看 平常就是大家搓也好 发也好 包括平常定点练也好 缺少了一个 拉着满球之前 脚下一个前后距离的调整 是向后空间的不足 理解了吗 所以说大家平常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把空间的调整 加进去 左右位置是简单的 前后位置是难的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往前上 往后撤 往左动 往右动 四个方向 最难的就是往后撤 往后撤 所以说大家要 以防被顶住 以防节奏快 以防咱们去强点 以防咱们没有时间去等球 那你就要主动往后捎撤半步 预留一定的空间去了 明白了吗 这叫预留空间 你有空间感了 你无论对于你的发力 还是对于你的节奏 它都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预留空间 这是其实很多球 打球缺少了一点 预留空间 往往大家 现在我反问大家 你们平常很多失误 是不是都是想想 都是站在原地的拉 缺了一个发球后 或者拉着板球之前的一个 脚步前后的一个调整 大家想想是不是 是的扣个是 你是不是平常就是很多失误 包括半高球 都是站在那原地失误的 没有这种向后的空间 还有向前的发力 是吧 球们 是不是就是缺空间 都是原地发力的 很多球就是原地发力 往往缺着一小步 咱们有的时候提升就不一样了 明白吗 朋友们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 还想抢上升起拉 一顶住就下网 所以说那更不行 所以说有的时候平常练习 就是怎么样 多练下降点 其实我告诉大家 水平高的人 他能够做到的击球点 他能够做到特别晚 能够点越晚还能拉到球 你在比赛的纠错能力才高 你只会上升起去抢 朋友们 就算在训练拉上 那是因为训练 喂球给你喂的太舒服了 一到比赛 没办法 因为大家知道 比赛涉及到判断 反应 移动 往往你很有可能 动过去的时候 球都已经掉下来了 谁能够在掉下来的时候 去接得住 去摩擦得住 谁的比赛的能力就强 理解了吗 所以说大家打球 平常练的时候 不练快 不练狠 练的是什么 练的是 击球点的晚 练的是瞬间收臂摩擦的快 你练的是这种节奏感 你看 点晚收快 来你看 点晚收快 你看 点晚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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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拉也是一样 你看 点晚收快 转快 点晚转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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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找这种节奏 你出手的这一下 肯定都是瞬间加速的 就是现在你要练习 增加你的节奏 和你的出手的这个时间差 出手快 怎么增大它的时间差 节奏越慢 和出手形成的快慢的节奏差越大 所以说平常练 你就练这个节奏差 不要都成什么 不要都成快快的感觉 来你发一个 下转 这是什么 快快 快快 错了 我们要什么 慢快 慢 快 一慢 一快 我的 一慢 一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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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这个节奏力 出手它一定要快 这是固定的 出手它是百分之百要快的 但是你的点是百分之百要慢的 这当你们在练的时候 比赛大家要记着 主动 快是简单 主动放慢 它难 你练的时候 多练点主动放慢 在比赛有的时候 真来不及的时候 你的下意识的 本能的反应 来不及 你也会抓紧打 你也不会说明智来不及 还要再硬等 但是练的时候 就要能等一盘 则等一盘 比赛的时候 你的节奏就能够准一点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 你们在比赛 不是说该快的球没快 是该等球的时候 你们没等 你们想想 是不是有个道理 能够你们觉得说的对的 打个大拇指 你们一定是这样的 该快的时候也快了 该慢的时候你们没慢 对吧 我觉得问题一定是这样的 不是说大家 你们现在打球的时候 该快的时候你慢了 该慢的时候你又快了 不是这样 快的时候你也知道快 慢的时候 但是你不知道慢 对不对 你习惯性的快 这是大家我觉得需要多注意的 好不好小伙伴 来咱们大家没点关注的 麻烦大家屏幕的左上角 可以帮小孙点个免费的关注 好不好 所以说你看 其实我告诉大家说了 平常练球啊 摩擦感做好 弧线感做好 是吧 这种上台率做好 这种东西练好了 你比赛就要实用 你训练的时候 只有发力 只有对于力量速度的追求 你在比赛 那就完了 比赛一定是先要的是上台 你要理解为比赛得分的本质是 我把球打过去 他没接回来 我们就要得一分 不会因为我们力量大 打得漂亮而得两分 有的时候其实 以前教练都会这么跟我说 算明白这笔账 其实打球就会轻松许多 是我上了台子 他自然就会有打不上来的机会 不是说我只有打的力量大 才会怎么样 只是打的力量大 对手不好接 但是人家接回来 力量也很大 对吧 风险和利润共存 好不好小伙们 这就是给大家去讲的 那比赛呢 你想我拉一板高调 我先上台 他也借不上力 他还是那么容易失误 只不过我这板高调 把这个球的威胁 从力量速度 我改成了旋转 偏旁球最难的是什么 是速度力量吗 不是 是旋转 大家失误是吃旋转了 一部分是没有跟上 他的速度和力量 最主要的是旋转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 你们平常打球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注意 是吧 你的节奏 你的摩擦 你的上台率 你的弧线感 这样你手上越来越有数 你在比赛上台率就够 训练可别在那么一 又快的节奏 天天练力量 啪啪啪 那个练了真没用 好不好朋友们 对 他又不是练举重 OK球们 感谢大家 没点关注的球 咱们左上角帮小村 免费的关注 可以点一下 好不好 然后晚上我们是 9点15分直播 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呢 我也像我们很多 可能进阶的球友 异于球友 比方说 现在感觉你们自己啊 动不动 老是拉球的失误率偏高的 包括你想真正在提升自己的训练和比赛的 有的时候大家你们 我知道你们可能预算高 有的时候买牌子动不动 一千两千 但是大家我也希望你们记得 选牌子一定要跟自己的现阶段的需求 要吻合较适合的牌子 价格不是一个唯一的参考标准 如果说失误率高的 试试小村这个 两百块钱 大家如果觉得不嫌贵 你听听看 好不好 这个牌子呢 它是咱们国货友谊729的地板 729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研发出